有沒有試過面對的寵物過生 有 我自己養那麼多隻 二十多隻 現在都只剩十幾隻 初初是覺得很傷感的 就是經常都會掛著牠們 到現在我覺得 你這麼辛苦 早點脫離也好 擺脫 如果那些狗仔是比較年齡小一點的話 要一段時間 因為你老而去走的 我覺得是 就是一個 一個小孩 是的 沒錯 太年輕我覺得 這麼短命 這麼可惜 是 那我有時候都會放得低的 那隻狗仔走了之後 很多人都要等一段時間 才可以接受到 再養第二隻 眼圓經過 咦 這一隻好像我那隻 那牠們就會 香港的人多數主張 有兩隻蟲鼠狗 蟲鼠狗也有趣的 褲毛就很大褲 但很久了 走了 不敢再養 因為一養的責任很大 很大 十幾年了 我經常都是 跟客人計數 那些腸是過生的 政府處理 一定過不住 很多現在都個人處理 都是尋善忠 好像人一樣 火葬 遺體尖養 骨灰那些 因為很多香港人 現在都不生小孩 當狗是自己的小孩 真的很緊張 很緊張 半夜打電話來 說我接狗這樣 好像不太行 然後我就會幫牠找急症 再過幾個小時 打電話來說 牠走了 那晚對著自己 好像又睡不著了 認識了那麼久的狗仔 跟牠美容了那麼久 有時候都很難接受 又要安慰主人 但自己的內心又好像不一般 你幫到牠找到一個合適的診所 或者醫院 醫好牠的你會很開心 幫到牠之後是最後一次的話 我覺得都無悔的 我有個同事 有隻狗 生癌症 除了一般癌症的治療之外 有中醫治療 他說有針灸 吃那些冬蟲草 完全是跟人去治療癌症 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沒有 現在絕對沒有 人都會吃很貴的蟹草唐膏 去治療癌症 狗現在都會 難怪他跟我說 狗癌症已經醫了幾十萬元 要啊 要啊 其實我都很主張 主人去買下狗仔醫療 可以幫忙一下 其實每一次看醫生 落地坐底 一定不見千幾二千元 出門口 在城市 我有見過一些例子就是 人們說 我哪有這麼多錢 去治療一隻狗 因為有時候都是五、六萬元 你買了保險 起碼都可以分擔一下 要努力一點去買保險 這個絕對沒有問題